那提醒一下就是還沒有退保證金的朋友 記得我們要去樓梯口的櫃台退保證金 如果你沒有付保證金你就不用退 但如果你有付保證金還沒有退的記得到樓梯口 那我們還要記得就是 我們在等一下黑客松發表之後 有一個簡短的閃電秀的發表 就大家如果對一些國會開放的專案有興趣 或是想要今天的心得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到台前的這個在我們大家的右手邊 有個登記表大家可以上來登記發言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真的非常有限 我們今天現在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黑客松的發表 那黑客松的發表是指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了大概五六十位的朋友 來到一樣在立法院 我們在一樓的地方 我們進行黑客松就是一個協作 討論發想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產生非常有趣 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現在請第一個是我們國軍來報告 這個專案正好就是早上的時候 其實立法院秘書長有特別提到 我們如何來增加的所謂的 讓台灣加入了國際 OK 那等一下請國軍好好報告一下 這是第一個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我一樣瞬間轉換身份 那我今天是第一個報告者 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我們做的 Legislative Openness Data Explorer 那簡單來講 它就是國會一個開放資訊的資料浏覽器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個脈絡就是 其實在各國的國際社會上 他們各國對於國會開放的要求都蠻高的 所以因此有一個國際組織 他們就是去開了一個平台 讓大家一起來 把他們自己 各國去讓大家去灌 就是自己國會的開放程度 所以有些是由公民團體來上傳資料 有些是由他們自己的國會來上傳資料 那他們其實要做的東西很簡單 他們其實就是讓 抱歉 他們就是由群眾自己來上傳資料 不管是剛剛提到的是國會的官方 或者是個人公民團體都行 而且就是主要是 現在已經有31個國家的國會 有上傳這些資料了 那我們可以 點一下這個標題嗎 點一下這個標題 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可以走路邊往下一下 往下 往下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目前這個網站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圖的部分 這個地圖呢 就表示現在這31個 有上傳他們國會開放程度的資料的國家 那我們可以稍微在東亞地區稍微放大一下 東亞地區 對 好 OK 有點沒有那麼敏感 OK嗎 東亞地區再放大一點 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東亞的邊陲地帶 有一個小島 對 它仍然沒有被點亮 沒錯 因為還沒有人把台 我們過去發現 還沒有人把台灣的國會的開放資料 給上傳上去 然後你看你看周邊的像南韓啊 或是像印尼啊 馬來西亞 他們其實已經有上傳這些資料了 好 可以幫我回簡報 去簡報 網頁 網頁 OK 所以因此呢 我們看到台灣竟然沒有亮起來 沒有黃色 我就把這個專案我們叫做點亮台灣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能夠 來把這個資料一起匯集起來 然後上傳給這個網站平台 讓我們的國會資料就是也能夠跟大家一起進行比較 那它會 它呈現方式會是什麼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紅燈綠燈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密密麻麻的資料 簡單來講 它就是左邊這一列 就是會放各個國家 那橫的這一排呢 就會放說 這個國家的院會可不可以旁聽 他們的議員的投票紀錄有沒有公開 他們的議員的支出有沒有公開 如果有就是綠燈 沒有就是紅燈 那如果中間可能灰色沒有資料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臥槽舉辦的黑客松 已經把台灣立法院的所有這些資料都上傳了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更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我們上禮拜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有100個問題左右 然後我們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成功地把這些資料都填完 那剛剛提到亞洲已經有五個國家有填了 分別是哪些國家呢 就是印尼、馬來西亞、南韓、以色列還有約旦 那我們很希望目前台灣 就是這邊台灣已經亮起來了 但這個台灣亮起來 黃色這個是我自己手動用小花架塗的 所以對 好 對 這個專案 我不是要秀這個專案 這個圖這個我一下就塗完了 我就說 我們在上禮拜已經順利繳交這個資料 我們希望很快的 我們就能夠順利的 就是點亮台灣 因為我們就是上禮拜繳交了 這是他們給我們的一個回信 就是說OK 你們資料已經上傳了 所以我們期待他們這個網站 近期就會把我們的資料給 Upload 然後順利更新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亮台灣 但是呢其實呢 我在點亮台灣之後呢 我覺得有些 即將點亮台灣之後 有些新的感想 要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發現在我們在跟這個國際組織平台 他們在聯繫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很感傷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似乎在美東 然後呢 因為他們美東的話 大概就是上班時間是我們的晚上 然後他們上班的時間 我都很激奇地回他信 那時候我已經晚上八九點 但是我上班時間還在休息 然後我寫信給他都不會回 所以他們的勞動權益 果然還是比較好 下班時間就不回我信了 而且為什麼沒有更新呢 所以我有追問過他 他說 因為他們的工程師都還在度假 對 就是有一種心中一涼 就是含淚的感覺 所以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們在填那個表單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問說 你們台灣的法規 立法院的法規 有沒有說什麼資料要公開 然後我們在填的時候 心中就是一想說 有啦 我們法規是有規定要公開 可是就沒有公開啊 或者是說 你們什麼什麼資料 你們投票紀錄有沒有公開 有 但是藏得很好 但是他是問我們yes no問題怎麼辦 我們只能來回答yes 所以說雖然也許我們之後 資料上網之後 我們會看到一整排就是 哇 都綠燈台灣的開… 好 看來我們的未來的主人龍小朋友 也很希望能夠加入我們這個專案 不過我們這個 這個專案已經進行了差不多了 未來可能就是希望能夠 有機會能夠一起幫助 我們現在需要的可能是model 對 我們現在不需要工程師了 希望他能夠來幫忙 總之呢 我們雖然未來呢 台灣的立法院的開放資料 也許是一片綠燈 都是說有開放有開放很棒 但是呢 我們其實要看 它裡面的細節就是 它也許有開放 但是資料放上去卻不好找 這是我們之後可能會繼續要追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好 大家掌聲鼓勵 就是點亮台灣的計畫 那剛剛呢 我一個小小的疏失 也是一個偷偷的放水 完全沒有去管控紅國軍的發言時間 你知道沒有發言時間讓我很緊張 我想說我的時間是不是已經到了 好 這是偷偷的放水 那我們下一組的話呢 是俊達這邊 俊達這邊的是那個 他要為我們介紹一個是 做議題的寫作器 OK 議題的寫作器 那我們先掌聲歡迎一下俊達 那看來他還在setting機器 那setting機器的時間 那我們可能先來 就大家剛剛還有沒退費的嗎 可以舉要什麼 我們同仁 還沒有沒退費的嗎 好 那記者等一下離開之前 記得一定要先跟大家推推 OK齁 好 好 還沒上去 還沒上去 好 我先講 好 那我繼續回到剛剛那個專案 就是其實我們在找那些資料的時候 大家有用過立法院網站嗎 應該都有用過 大家知道比如說他們其實有 網站資料有分兩個部門 一個是資訊處 一個叫做國會圖書館 立法院官網是資訊處負責的 那國會圖書館是 國會圖書館負責的 OK 對 那他們兩個其實常常會發生那個事情 因為我們在聯繫上就會發現說 欸 資訊處 那個你們怎麼很多公報資料啊 反應資料啊 其實都有啊 為什麼你不把整病放好一點的人 然後資訊處的人就會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們資訊處就是工程師思維 他會說這些資料不是我整理的 前面的人交給我的格式就是這樣子 我只能夠把這個樣子放到網路上而已 所以你要問前端的人 所以你要問前端比如說像是公報處的人 你要問議事處的人 然後你要問國會圖書館的人 所以其實他們也幫資訊處有某些程度 也講一些話就是 別人給他們的資料就是爛爛的 不大能用的 因此他們在一些開放資料啊 或是在一些資料格式的一些露出上面 其實他們也不能夠做什麼 所以其實在整體的改編上 我們還是很希望說像立法院 其實除了今天下午大家碰到那些立法委員之外 立法院的秘書單位 像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資訊處啊 公報處啊 議事處啊 國會圖書館 都能夠一起要加入這個改革的行列 不然其實很多事情是推不動的 好 我看到簡報好像請出來了對不對 好好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我們歡迎俊達 好 那個 好 我小孩有點吵 好 那個大家好 我是俊達 劉里俊達 那我今天帶的是那個 我們Hack Act 法案協助的器 是我們上禮拜的一個提案 那 其實我們看到知道說 立法院 立法院其實我們一個 都有很多很多的助理 那其實這次提案 就是因為我們上次黑客宗 上面有些助理 然後也有我們臥槽團隊 然後也有一些人我們一起提出來的 好 第九會期 我們這個要第九屆 第九屆第一會期 我們常說欸 效率暴增 然後 的確我們如果拿第八屆來比 第八屆第一會期 同樣一個會第一會期來比 因為屆期不連續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重新開始 所以我們都拿第一會期來比的話 通過了一百零八案 比起第八屆 高了 1.52倍 是蠻多的數字 可是你想想說一百零八案 好像也沒那麼多嘛 可是就算只有一百零八個案子 不是喔 看看我們一個法案 可能會有很多版本 可能會有很多版本 這個是高等中 高級中等教育法 它就九個版本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一份是 極有法六個版本 然後 然後接下來是 公投法十個版本 當然有些版本當然大同小異啊 因為你知道大家會衝一些數量 有時候 可能因因公多某一些量化的統計 它會衝一些數量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其實不同版本之間 真的有時候真的會有很重要的差異 那我們政策的優劣好壞 就決定於此 像是我們極有法 要不要有禁制區 要不要涵蓋到醫院 等等這些其實才是常討論的細節 我們當然 in general的討論 原則上討論大家都知道 但是 其實大家 並不知道說內容什麼時候討論就能施交 那通常呢我們一個修法版本是長這樣子 這是礦業法修法的版本 就是徐公文人提出 然後這邊告訴我寫的 然後就是 用這個來上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通常是一個線型條文 修正條文在左邊 中間是線型條文 然後右邊是提案說明 這是一個標準的法案修改的格式 但是呢我們為什麼要提一個法案協作系 法案協作系是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版本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法案對照表 所以A版本寫什麼 B版本寫什麼 C版本寫什麼 那這東西代理反而你找不找得到 找得到是紙本的 只有紙本 而且通常是一個委員會要開議之前才會去 只要捨這個議題之間他才會做出來 所以你就到比如說 遠洋約條例 就一本厚厚的 然後就可能七八個版本啊之類 然後就看到他每條對照 電子檔呢 網路上找不到 你要怎麼找 要該委員會的委員可能才拿得到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很奇怪 可是就算我們拿得到呢 但是通常拿得到的時候 會已經開完了 所以你要怎麼 我們要如果公民團體 我們社群 其實要事先去針對不同版本 做一些討論跟批評的話 可能就要靠那個外流版啊 那個 就是什麼那個米版啊 都從內部流出來 要不然其實你可能 不知道裡面的版本是什麼 那時候就是你沒有條例的時候 然後討論的時候也很麻煩 就是顧委員講 顧主委員講 你沒有條例僵文是不是很失禮啊 我們看到說很多討論的時候 其實都會失焦 明明法條就不是這樣寫的 法條就沒有成經兩個字啊 那它硬要凹 這對我們公共議題討論上 也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提出 一個法案協作器的概念 它大概分四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各個不同的法案版本 我們可以在事前 不用等一個委員會做出來 我們就可以事前 把它整合在一起 很容易的input 減少手工業的機會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能夠有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在電子螢幕上面 可以呈現出各版本的差異 然後再來就是common部分評論 那我們最想做的東西 不只是呈現而已 而是說每一條內容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來討論 歡迎大家來評論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每一條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趕快去處理 我趕快快一點 然後最屌的字 希望可以做出鄉民版的法案 我們知道行政院版 民政黨黨團版 國民黨黨團版 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版 所以未來可以給個鄉民版ABC這樣 好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圖表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長項 那大概就是一個一個部分來 下一幕 就第一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為什麼要討論這個法 寫下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各個 有修改條文 不同版本 我們都可以在這勾選 然後它就變成 你就可以看到說不同對岸版本 長得這樣子 好 這個是高級重點教育法 我們的Sample 然後呢 下面就我們出現十個意見 五個意見 這是留言的部分 那最棒呢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說 有個共筆 這個共筆不只能做討論 而且能夠寫出一個鄉民版本的 一個法條 那這鄉民版 我們看阿曹在這邊 那我們預定使用者 就是在座各位 還有任何 任何法律工作者 像我們中央國會法案助理 或是臥槽直播窮評等等 然後我們現在進度怎樣 現在只有畫這個圖跟嘴炮而已 然後所以我們需要UIUXcoder 然後各種你想要用這個的人 那當然我們希望各種臥槽團隊 或是各種需要團隊的人 都能夠進來 跟我們一起做出這個東西來 那留興趣加入中央的朋友 可以寫信給我 以上謝謝 好我們大家掌聲鼓勵 那我們接著俊達這一組 真的是非常酷的一個發想 那真的像我們討論到法案其實有非常多問題 其實搞不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很酷的是鄉民版的這個法案 對這個真的是很酷 那我們下一組的話 早上的時候我有預告 在立委出文物這邊我們嘗試的去解決 怎麼樣能夠爬這些立委的發言 可以有更快的方式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六也有討論 其實這個東西在去年 我在做立委出文物的時候 就有發想也試做了一個簡單的一個模組 那也簡單一個程式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再更進一步的去美化它界面 以及把資料更能夠放進去 那我們請直浩來報告一下 一按五分鐘 喔天啊 大家好 我們想要做的是立委發言的查詢器 因為立委講過很多話 然後很多場合 那我們想要知道他真的講過的東西 所以如果能夠像有搜尋引擎 能夠直接搜尋那就很好 所以呢 立法院的國會圖書館跟我們說 要怎麼樣查詢開會紀錄呢 他就給我們很多連結 那我們嘗試其中一個 第一個是公報管理系統 那點進去的話 這所有東西都是 它那個游標都會變成小手指 可是它其實點下去什麼 就是會變成PDF 然後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就會有立法院公報跑出來 然後就都是PDF這樣子 那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就像這樣子 這個東西我十分鐘前就打開了 很可怕 現在那個loading bar還是在那邊 一半都不到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用的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這個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譬如說之前 最近也還是 就是婚姻制度的檢討 那這個東西很多人在討論 譬如說我想要知道 那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很多議案內容 那所有東西文件都是PDF和Word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我們也再三地跟立法院 還有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在open source community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不然的話也是有可能是 你會去到IVOD去搜尋 那IVOD譬如說我們搜尋 譬如說搜尋油美女委員 那我個人的經驗是 有時候這些錄影會有足字稿 然後有時候沒有 像這個就是沒有 那你沒有辦法透過一個影片 知道它裡面講了什麼東西 除非你有很高級的聲音辨識的這些技術 那這個東西都是一般人沒有辦法取得的 那並不是說國外就一定做得比較好 可是外國的人想這件事情 已經想得比我們久 所以我們應該要參考他們想過的事情 然後我們針對 我們用他們想過的事情 然後來考慮台灣的現況 然後來參考 然後來調整 那他們講的三大重點 在講open data 就是開放資料的時候 三大重點 一個就是availability and access 就是可及性 還有不要翻得那麼複雜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取得 這是一個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呢 就是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就是可以重複使用 然後你拿到的人還可以拿給別人 就是說你不是只有我可以拿到 那我拿得到的話 就表示所有人都可以拿得到 那第三個就是universal participation 就是全民都要能夠來參與的資料 譬如說全民都要可以取得 全民都要可以訂證之類的 那這些原則 只要搜尋open data 或是開放資料 其實都有很多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特別喜歡的網站 叫做openparliament.ca 這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立委發言的搜尋系統 那這不是官方的系統 這是民間做的 那我們覺得他們 他的界面設計得非常簡潔 就是他一開始就是說 keep tabs on parliament 這是一個工程式的小話 就是說keep tabs 因為你看到我們開這個瀏覽器 上面有很多標籤頁 就是它叫tabs 可是keep tabs 在英文也有監督的意思 那所以你只要在這邊有一個 統一的搜尋的bar 那你只要打進去 你就會知道說 不管是打人 或是打時間 或是打議題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查到 你關心的東西 那如果點下去這些議題的話 他也會跟你說 這個議題在哪些哪些提案裡面 曾經出現過 然後還有統計圖表 跟你說 這是從2007年開始討論的議題 那這個東西呢 看似操作起來很輕鬆 那其實他們都是花了很多很多年去累積 然後跟政府機關 相信跟政府機關溝通了很久 才得到這些成果 所以我們也想要做 那之前呢 在沃草做過一個專案 叫立委 你說什麼 就是你可以搜尋 過去的發言紀錄 可是這資料並沒有繼續更新 譬如說 譬如說 同樣搜尋 我們搜尋今天 戰力很高的李俊毅委員 然後就會出現 也就是 不管是發言裡面 提到李俊毅三個字 或是李俊毅本人的發言 都會出現 那我們今天呢 想要更新 我們這專案想要更新他的界面 那所以我們就稍微畫了一下 想說 既然別人有好用的時候 我們就來超好了 那我們就來模仿他的界面 所以有一個 統一的搜尋bar 然後有一個 文字雲 然後來 大概講一下我們最近 熱門的議題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做出了這樣的一個 Markup 就是一個界面的一個呈現 呈現方式 那這邊就是可以搜尋 那這邊就是有文字雲 那這邊就是有 目前熱門的議題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研究 做搜尋的技術 我們想要用一個叫 Elasticsearch的一個工具 來幫我們做搜尋 那最後我們有在 國會中的hack folder上面 有一個開放式的協作文件 大家都會進來給意見 那這個東西的 短網址在你們桌上都有貼 所以大家可以進去看一下 好 最後謝謝大家 好 好這個 這個專案基本上就是 立委發言的搜尋器 我們相信就是 在隨著 握草專案在進行當中 至少我自己個人一定會 積極地投入在這專案當中 然後把它做出一個成果出來 到時候一定也會開放在網路上 提供大家使用 請大家盡量期待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位的話呢 我們請早上也為我們演講過的 Jim 黑魔來為大家展示一下 上禮拜六的一些成果 簡報OK嗎 好OK 那一樣五分鐘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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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老闆 現在一個月來 這主流媒體 大概出現幾篇新聞 OK 那他在網路聲量多少 大概排名第幾名 OK 好 那我們 對 事實上都會有變化了 當然我們很想要知道說 到底 每一個立委表現如何 當然我們有幾個團體已經做得很好 就像國會調查兵團 共度盟等等的東西 我們要建立一個不同的觀點 我們嘗試著用所謂的大數據 就是透過社群或透過新聞來檢驗說 這個立委有沒有遇到什麼公關危機 或者是他公關做得很好之類的 那我們來去把它算出來 那現在應該是說面臨最大公關做得最好 或者是相反的 面臨最大的公關危機的政治人物的立委有哪些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排行榜第一名的是段儀康 我想應該沒有人懷疑 上個禮拜那個事件我想應該 可能終於擊敗了我們的院長 本來院長在排行榜已經可能有一兩個月以上 但是最近段儀康委員的確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公關危機 當然我們可以再往下看說 的確你的公關做得越好 你的排名越前面 第三名是王前院長 第四名是黃國昌 剛剛上任的郭正亮等等的 當然我們可以除了看到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他的社群的表現 也就是說大家看了他的新聞 願不願意再去做action 就是會不會願意按讚分享評論等等的動作 我們來看看結果就是 這邊有個東西這邊沒有做出來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排名會是怎麼樣子 第一名是黃國昌 第二名是林昌左 第三名是徐永明 第四名是翁初康 這很糟糕 全部都同一個黨 第五 最後第五名終於不是那個黨了 這是最近發生最大問題的段儀康 第五名是 嗯 事實上有人真的比 剛剛的那個 蔣先生 更 更有pabil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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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岩先生 那個 我怕被被成為消波塊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可以 可以看到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這個數字 事實上代表是某些意涵 它不能有絕對的表示 就是說 它到底是 就像是新聞數越多 代表它的公關做得越好嗎 還是剛剛說的 有一個可能是公關危機 像 段儀康就是命令的公關危機 當然相對的公關危機 它有在臉書上會有一定的表現 例如我們可以從臉書談論述的排名 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是 我早上有說過說 我們從 未來國會撈了一下就可以知道說 前三十名到底有哪些 立委 他的社群經營得很好 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只是按讚而已 因為按讚基本上你只要撒錢就可以了 當然沒有錯 臉書的談論述必須要有人動機說 我不只是去按讚 事實上按讚已經按一次就沒有了 而是我願意去提他 Cue他 你在你的文章 Cue他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嗎 在座應該很少人做這種事情 但是有那麼多人 這邊有 一個禮拜 應該是兩個禮拜來 有四萬三千個使用者 去Cue王定宇 這不是簡單的事情 當然這個通常都是好事 只是第二名 就是原本 原本是第二名嘛 徐國勇是第二名 現在又被段儀康擠下去了 當然這個東西代表是好還是壞 這個的確量化分析沒法做這種事情 當然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做一個 某種程度的KPI 也就是說 事實上這些資料我們目前 所有的113位立委 我們都有背後的資料 只是說到底 立委或者立委助理能不能認知說 這個東西也是一種KPI 我們嘗試的去呈現說你的成效為何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種量化不能代表質化 也不能代表你的品質 不能代表你在專業度 但是的確你的Social Propriety 或者是你的News Propriety 事實上是可以被一個量化去做的 那我們嘗試的做的東西 讓大家去做參考 好 謝謝 那我們剛剛有說 又是有現場可以來登記閃電秀 不過看起來只有一位勇者 應該是REC對不對 一位勇者 REC 要來跟大家分享 國會的開放圖像 那這是今天最後一個活動 我們來熱烈掌聲今天看 今天壓軸REC REC在哪裡 REC 來請 請 有東西要Present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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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操作一下簡報 那我們閃電就三分鐘 OK 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你的idea 好 OK OK 好 三分鐘 好 謝謝大家 我是現在中華民國危機媒體協會的秘書長 然後REC是我網路的名字 那因為今天這個活動的話 我就想到我們在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時候 做了一個蠻好玩的活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那個時候是新科立委剛剛選出來 所以危機百科一向對這些立委 都是有很詳細的條目 尤其有很多人都很關心他們會編輯 但是就是缺少一些他們的照片 好 所以我們就跟那個國會助理工會之間有一些合作 那就是希望能夠幫這些立委拍一些照片 而且重點是這些照片都使用CC授權 就可以開放給大家來使用 好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小活動 那當然拍出來成果也還不錯 我等一下秀兩張照片 算是出賣了一些委員 那等於是在今天特別公開一下 陳學勝委員他說他自己長得有一點像真子彈 所以他就拍了 然後這兩位帥哥委員 有一位現在已經不是委員的身份 然後他們拍了007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那個危機共享資源上面 就是去搜尋它的關鍵字叫做 Wiki Loves Congress 就是危機愛國會 然後後面空一格之後台灣2016這樣子 那可以找到我們當初有這麼多的拍攝的這些立委 還有一些工作狀況的照片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一些立委的圖像的話 都可以去使用 但記得標註來源 好 那這個活動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些蠻有趣的數據 只剩下一分鐘 好 那我這部分跳過好了 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個活動 因為其實呢 在這個活動在國外曾經也做過一些的 這樣子的一個類似的情況 尤其在歐洲這個地方 他們有曾經做過 就是帶領危機人進到歐洲議會裡面去 而且因為他們的開放力量更大的關係 所以他除了像我們這一次 找了一些攝影師拍照片之外呢 他們甚至會去錄影 而且他們的狀況 他們選擇的時間點是在歐洲議會的改選之前 所以就幫現任的議員 有意要連任地拍攝一些影片 來講述他的理念 然後可以放到這個危機上面 那這個也其實就呼應了今天一整天的主題 就是這些立委到底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他們在國會裡面的表現 有沒有做到他們的理念 其實留下這些開放形式的影像 都可以幫助大家繼續的去考核跟追蹤 那往後我們退出類似的活動的時候 也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關注我們台灣危機的一些活動 謝謝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酷耶 真的非常酷 那個Rick要不要再說一次 你剛剛那個什麼 台灣LoveWiki 是嗎 Wiki 台灣Love 台灣WikiLove 什麼 讓大家再看一次 就是可以上去搜尋 Wiki Wiki 可以搜尋 Wiki Love Congress 然後台灣 2016 這樣子 好 真的很酷喔 那我們再次謝謝Rick 好 你帶來 對 你帶我當作